大家好,我是一华 洋葱炒肉到底是先炒洋葱还是先炒肉? 今天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洋葱炒肉 肉片嫩滑爽口 洋葱先嫩脆爽 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适量的猪肉切成薄片 我今天用的是二刀肉 因为我老爸喜欢吃肥肉 不喜欢吃肥肉的朋友 可以用里肌肉或者是前腿肉 也可以将肥肉和瘦肉分开来切 全部切好之后 抓在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少许食盐 再加入一勺生抽 再来一点老抽提色 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一点鸡精 一勺料酒去腥 最后撒上一些胡椒粉 然后用手充分地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肉上都能裹上一层料汁 抓匀 抓匀之后 腌制十分钟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洋葱 先将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一分为四 接着把洋葱切成这样的小块 再将洋葱一片一片的抖散 这样受热比较均匀 全部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几瓣大蒜 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个红辣椒 先将它对半切开 再去除里面的辣椒籽 红辣椒主要是为了搭配颜色 不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也可以不放 去紫之后 再用斜刀将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点白糖提鲜 一小勺生抽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一点清水 然后用勺子充分地搅匀 让里面的调料全部融化 搅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起锅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了之后 先把肉片倒下来炒香 我们在下肉的时候 最好是在油温补成热的时候 就开始下肉 这样就不会因为温度相差太大 而使肉片张锅 用产子不停地翻炒 把肉片炒香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伸出您的发财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将肉片炒至并色 微微转起的时候 把大蒜加进来 红辣椒也倒下去 继续翻炒 炒出大蒜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 等到肉片炒至八成熟的时候 再把洋葱加进来 洋葱下锅之后 继续翻炒 在这里要开大火翻炒 那样洋葱吃起来 才会更加的脆爽 简单地翻炒几下之后 再把料汁加进来 快速地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吸收料汁的香味 最后再加入葱段 再翻炒个六七八下 就差不多了 这样一道鲜嫩脆爽的洋葱炒肉 就做好了 看上去也非常的有食欲 接下来将它装入盘中 即可美美地享用呢 以后想吃洋葱炒肉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先炒肉 然后再炒洋葱 这样炒出来的洋葱 非常的新嫩脆爽 而且水分充足 鲜炒肉也不会当心肉没有熟 吃起来非常的香 就连里面的肥肉一点也不油腻 每次家里面做了这个菜 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吃 如果你也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